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10月23日 今天是10月23日 星期三 我們已經是新在台北 不在香港司法管轄範圍 沒有人會把我們移交回香港 今天來的時候 其實機場有很多記者 我相信跟陳同佳案是有關的 不過我們這一節就不是說陳同佳案 這一節我們稍後再說 我們這一節 就是 要講一些政治的話題 不過在講之前 大家記得 支持六部曲 記得 其實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幫我們看廣告 我們也講過很多次了 如果你不方便聽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按了Youtube 沒有聲音 就幫我們播影片 那些廣告是會照樣的 最重要是要有數據的時候 或是對著桌頭電腦的時候 做 這是最大的支持 這是我們本台的收入最重要的部分 為甚麼要like呢 其實也是因為 令到那條影片更加激活 以及留言也是令到那條影片更加激活 最重要的也是廣告的 沒錯 這個主要是廣告的 所以大家就幫忙多看廣告 Facebookshare是有用的 因為他有另一條算式是 用社交媒體share那條link 然後再按下去 那些算法會有一點不一樣的 所以為甚麼我們那麼強調 用Facebookshare 還有 我們發覺很多人都沒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要澄清的 因為我發現有人問我們 怎樣付錢 訂閱是 英文的字 這個字叫subscribe 即是其實是不用付錢的 只是你用一個Gmail的帳號 在我們那裏按那個 小鈴鐺 你按一按訂閱 已經訂閱了 以後我們有新片的時候 Youtube就要告訴你 我們有新片上載了 為止訂閱 這是完全一個免費過程 今天我們來到台灣 但是呢 今天我們在 飛機上面 其實也是 不是飛機的 一天早上有一段新聞 其實是蘋果日報報出來的 就說引述這個金融時報消息 說林鄭月娥 會在明年的3月份下台 就會找一個 臨時的特首 做到她的任期 任期 就是2022年 做多了兩年多 那麼他們呢 就說那個 人選 就選了兩個出來 一個叫唐英年 一個叫陳德立 老實說 兩個都不是說 完全沒有可能的 當然唐英年我覺得機會小一點啦 始終太弱勢 北京來說這個人會太弱勢 陳德立未知 因為 掌管經濟的 說這兩個人 其實就要回到我們之前 一直以來對於整個香港政治局勢的格局分析 你才知道這兩個人的可能性是有多高的 我們在說之前 我們要討論一下這宗消息 因為這宗消息到底其實 發放源頭在哪裏呢 發放的人 發放人的身份是甚麼呢 發放的目的是甚麼呢 你從這幾個角度去考慮之後 你就會知道這個消息 其實發放的原因是甚麼 以及他背後似乎是甚麼人發放的 這個很重要 因為 大家 聽我們節目也知道 我們之前 看到很多次 其實這個消息來源 這次 他就是 提了幾句 引述 接近政府消息人士 但是他不是引述北京的高層 只是說香港政府 很奇怪 因為香港政府那麼高層的消息 之前林鄭月娥 我們認定是他親自放了給金融時報 放流料 就是說 他幾次向中央請辭中央不批准 我們一邊否定這個說法 肯定是他自己放出來 他這個人那麼好性 那麼要面子 那麼要威風 要威風給人看 甚麼都要厲害的人 考地四會哭的人 他不可能會辭職 不可能會覺得我認輸 我不會輸給你香港人 你看回十一前後 深潛到十一之後 好像見完領導人 上司告訴你 我不辭職 我繼續給你機會 那種微飛色舞 大家其實是個個都看到的 尤其是我們聽眾 聽完我們分析之後 一定看到他的眉頭硬硬 大家要想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是一個中央的意思 要去撤換林鄭 中央需不需要 去發放一個消息 給金融時報 叫他放一放風 這個問題本身就已經是這個問題的答案 就是到底中央需不需要 在一個命令之前 要首先告訴全員 試一下風向 試風向又或者看看有甚麼反應 這件事基本上 以我們對 中共 現在的 領導層的理解 是完全不需要的 大家記得老董何時下台 老董呢 即使沙士 03年沙士 有50萬人上街 其實當時 不止50萬 應該是他們補齊數 猜錯了 然後經歷了一整年 2004年 2005年 3月份 我記得是年初 2、3月份 他才出來說 腳痛 跟著曾蔭權 5月出來 搞什麼 競選的事情 類似競選 我記得很清楚 所以 他熬了接近 兩年 才收屁 014年 而事實上之前 是沒有任何消息 尤其是老懵懂當時 腳痛那些突然間宣布 重業大事 事項宣布 然後就出來說我的腳站得久會痛 所以還是不做 梁振英上一次也是這樣 大家記住 上一次梁振英 不讓他連任 不讓他競選連任 之前也是有特使 見完梁振英 他們就宣布 不會國族連任 其實那時候是 即時沒有任何 放風啊 金融時報引述政府消息 完全沒有 一點的動作都不會有 這次 我們可以首先排除了 中共的放風 或者是視水溫 不需要的 因為他根本就不需要視水溫 他要定奪就是定奪 排除了北京 本身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林鄭本人 這個 因為林鄭之前放過很多次封給《金融時報》 不斷放風 就說他不想遲過幾次職 說過很多次放過消息出來 所以我們幾次都否定 他那個消息 肯定是流的 而且我們都已經中了 因為 全國很久就說 他9月份辭職嘛 那時候陶傑也說他9月份辭職嘛 我們都說一看就知道這是假的 是不是 所以 我們有時候的直覺很準 不是說 不想讓你們開心 問題是 那種興奮劑來的 吃完之後 第二天你就會 尿牌 我要澄清 不過我要澄清 我們現在正在分析消息 首先我們的立場 當然希望今天立即下台 這個一定要說清楚 另外 我們其實沒有排除其他可能性 我們現在純粹分析這宗 消息的發放來源 以及背後動機是什麼 背後動機 林鄭呢 我們也可以排除 是她放出來的 因為現在的局面 對於林鄭來說 她是被之前 鬆了一口氣的 因為其實她 對她的11 原本是一個死線 她覺得自己 熬過了11的關 沒錯 而且熬過了11之後 其實現在的衝突 是變成了香港市民 香港警察的衝突 相反她的角色 已經變成了次要 所以呢 她認為她可以繼續 坐這個位置可以坐得比較穩 原因就是 她其實只要把警察交出來 她很大機會坐進去 這個 就是她的盤算 所以她不會放一些這樣的消息 是令自己不利的 所以我們也排除是她放出來的 然後呢 剩下兩個可能性 為什麼呢 因為這次 放消息也是找回金融時報 其實就是看到林鄭你這樣做 我就學你 模仿你那個 消息 發放消息的渠道 又是找回金融時報 然後 放消息給她告訴她 林鄭沒得了 還有兩個人 候選人 所以 唐英連 以及陳德林 其實都是 第三個可能性 即是說 潛在的受益人 當然這兩個人 本身也有可能是消息 或者是她背後的力量 代表她們那個團體 的力量 消息 但是我們另外 一個分析就是 認為可能 不是這堆人 放的 是 我們另外的分析就是 亦基於後駐林鄭月娥 這個位 但是亦都不是這兩個 是這兩個的對加 是競爭對手 特意提早放消息出來 看看外面人對這兩個人的評價 如果被人吊到飛氣 我有機會了 這個反而是一個放風的事 即是個人自己覺得 主觀願望 沒錯 這個人我們認為是 梁振英 即是第四個可能性 官乎近期他們梁振英 舊陣營的那些人 那些取態 你也看到的 其實我們一直都說 從6月到現在沒有停 根本從頭到尾這班人都是 侯著林鄭月娥的位置 亦都是跟林鄭是一個很大的競爭對手 是很希望 鬥低林鄭之後 他們是把他們的力量上去的嘛 因為他們當初就是被掃了下來的嘛 掃了下來之後 他們的勢力基本上是灰飛燕滅的 除了陳某波投靠了 轉投了林鄭懷抱 但是裏面 特意提陳某波 就說這個 是太接近政府 所以 中央不考慮 這個 兩個都有機會的 一個是梁振英的陣營 一個就是唐英年 又或者那個叫陳德林陣營 為什麼我們把他們兩個擺在同一個位置呢 因為 這個叫做梁振 唐英年 和陳德林其實都是 接近商界的 會親商界多一些 他們的政策 各方面 都是親商界的 但是他們兩個都是屬於 不是強勢的人 大家都記得 這幾個月以來 一直對香港的政治版圖 分析 商界的力量一直都是 給共產黨 忌憚 不讓他們 走進去 做特首 如果當初是信任商界 一早就被曾俊華做了 為什麼要攔截 曾俊華 連曾俊華也不相信呢 曾俊華已經做過財政司了 已經做了整十年了 如果你說怕他是間諜 那些 你說好像葉劉那一隻 他又不是的 又未去到那種程度 他覺得他是那種 屬於那種 自由開放的那種 那種人 是不適合信任 不適合 辦理黨交給他們的任務 亦都會不聽話 沒有黨性 覺得他有機會不聽話 林鄭可能是 因為地下黨 很聽話 也是嫁給黨那一隻 她老公已經 憂鬱了 已經被憂鬱了 所以 我們今次的分析 我們傾向相信 是兩個陣營的角力 就是 以這個 梁振英為主的 舊土共舊填詞 以及 對於商界 為首的 傳統勢力 我始終傾向覺得 其實是唐英年或陳德林的機會很低 因為其實如果他們本身是可以做得到的話 他們不會落得今天那個 被完全擠出的圈之外 那個田地 陳德林就好一點 因為他 剛剛卸入了金管局局長 金融管理局主席 那麼他的 資歷從來都在商界那邊 基本上在政治方面 陳德林就沒有 根本就沒有做過AO 也沒有做過 政府裏面擔任局長的角色 根本就不是那個圈 唐英年大家也很清楚 他有多少黑床 其實唐英年也是一個廢物 唐英年也是一個廢物 不過我完全不敢排除 他的原因 他會不會選的原因 我不是說中央選他 就是因為其實大家都記得早前唐英年是很高調的走出來 去做一個 好像大聯盟的盟主 開記招 出來是要跟青年人對話 大家坐下 我和你坐下談 不過我希望你不要蒙面 即是說這些 以唐英年 不玩政治 不參與政治 那種做法 他去到 近幾個月 即是反送中條例風波之後 居然用了一個大盟主 大聯盟 盟主的身份出來 走去高調要跟青年人對談和對話 一說起對話大家是不是想起 林鄭月娥 即是哪一個人 代表著一個什麼力量 說要出來跟你對話 他最喜歡對話的啦 因為如果我和青年人對得嘴 答應你的事 就因為我要是做特首 我要是作主才可以答應你的事 要不然其實我和他對話來幹什麼 唐先生 對你沒有用的 其實他整個姿態就告訴你 現在的八婆你不用管他 跟我對話啦 跟著我做的啦 我有力啊 起碼他這樣想 我不是說中央祝福他 起碼他有這樣想過 才會用這個姿態 曾經走出來 其實是 他那個可能性是有的 為甚麼呢 因為 這次 老實說放這個風出來 商界肯定是忍了很久 因為林鄭月娥 在11前後 即是11前到現在 當時死線 現在變成 直接是 攬炒商界來保住他的位置 情況就好像 他 知道你給錢 每人 給我 拿錢出來煲紅豆沙 問題是錢是有錢得出 叫他用大牛 點火檔柴地燒紅豆沙 香港 局勢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每一天都是在燒銀子 你的商場 所有商場 地鐵10點鐘關閉 你的店鋪在9點鐘下班 伙記要早點打仰 然後 然後 你糧糧要出 有些人 周不時一個星期放三四天 那我給你一個 你兩個 真的應該跟年青人對話 不要叫人家 蒙面了 你應該帶頭出來蒙面 但是要讓人知道你是陶英年 和青年人對話 大家蒙面坐在 街頭對話 在示威現場對話 一定歡迎你的 歡迎你一起 一起 一起玩魔法 大家一起在這裏 大家一起玩夢 大家很開心 一定會歡迎你和你對話 向你寫包單 你想不裝修哪家 你可以說話 但唐英年說真的 他的政治智慧是差一點的 他本身 不是一個強勢的人 如果他有能力 做這個強勢的香港 老實說 上次也不會被梁振英 其實上次中央選中梁振英 很大程度都是覺得他能贏得住的人 他夠卑鄙 而唐英年 在中央眼中 就是一個原父子弟 一個沒有陳勇的二世祖 到現在我可以認為 都是 你只是做政協這些花瓶 你有哪個資格做香港特首 香港特首要平衡很多方面 假裝對話就可以了 做好人是最容易的 每個人都可以說的 但是你講完之後要交代到 很容易兩面不是人 對話完之後 大家都知道 你有什麼可以答應 沒有什麼都可以答應 因為不是你可以作主的 叫你改基本法你夠膽嗎 叫你給真普選改附件一你可以嗎 人大釋法的那樣東西不是你特首說的 你做不到的 所以我們也覺得 良好意願是好 老實說 如果有人能夠搞定這件事 他們覺得 有時中央 看中央 會看得很膚淺 如果我出來搞定這件事 那我就可以領導香港 我就有資格了 問題就是 這件事是很複雜 原因是 很多事情是在上面想做 例如這個逃犯條例 當然不是Except的條例 問題的目的是想達到 因為 透過這條例 達到他的目的 用什麼方法你幫他提供 但是現在 中央 在這幾個月來 其實他是 間接令到香港的局勢變得那麼壞 原因是他不是給警察 警察不會那麼有刺無恐 甚至乎派公安 武警和解放軍 放進警隊的部隊裏 一起去打人 老實說 他沒有可能 如果他用一個可以跟你談的姿態去處理 一早就處理了 一早就說了 不用你們做的 王志民走出來就已經KO了 有什麼好得過中聯辦走出來對話 你們是代表不了的 如果用商業角度來說 你們也不盜老闆 你們是經紀仔 你們是艇仔 不過林鄭是賤人 偷了他的電話號碼 這件事施永青是最熟的 施永青是最熟的 施永青一定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施永青 好像老猛了 他那些觀點 完全是昂咎的觀點 即是他的觀點就是 你們的事異者沒有啦 你們也做不了什麼下去啦 現在 所以來找你 蕭穎青 聽說他有很多分店 你很多分店啊 蕭穎青 因為蕭穎青 做生意他有一點點良心 他覺得他的資產是經紀 不是一家店 一樣 我可以告訴你一家店 我可以告訴你一家店 我告訴你一家店 你已經做不到生意 不是做不到生意那麼簡單 他簽的那些藥全部都是用中原地產簽的 是要上身的 他的對手全部都是用空殼公司簽的 不用上身的 可以積走的 所以呢 我都說他做生意有一點點良心的 他是良心未聞的 不過這次呢 他純粹是死於昂咎的 其實我都傾向覺得蕭穎青是昂咎的 跟這班壞人比不夠壞 他不是壞人 他是昂咎的那隻 所以呢 怎麼說呢 你說是不是真的要追擊他呢 有時候我也覺得他是昂咎的問題 但是呢 我漢咎還漢咎 你說的東西很令人討厭的話 也不排除有人去搞你的 對不對 我們再說回這件事 我們分析 其實有機會是商界滲出來 其實商界 眼光一直都不太行 大家 聽完我們的分析 你們就會覺得 按我們的思路的分析 其實 甚麼人放了其實是很容易看得到的 為甚麼他們都會照樣做呢 一個驚天的秘密就是 因為他們其實真的是昂咎的 他們不是很懂得政治 其實大家今年已經發現了 你發現所有人都以為高高在上 有錢人 怎麼厲害 怎麼厲害 上市公司 全部都是弱智的 全部都是弱能的 包括你煙仔河 煙仔河原來真的是弱智的 賣頭盔 扔死你 我們以前 想不到他是弱智的 你不敢想像他是弱智的 你不要說買頭盔也扔死你 買了那些6200也扔死你 買雷冠也扔死你 那些夠貴了吧 賣1億6200 扔死你 真的是匪夷所思 他們那種低智 買兩個水泡車的話也可以 不用跟你的水泡車搏鬥 買一架坦克 買一架坦克 你現在裝甲車很厲害 你出直升機很厲害 你信不信 也不用買直升機 買兩枝火箭炮 你直升機就沈粉了 買堅托式導彈 買堅托式導彈就可以了 一枝東西就搞定你一個警隊啦 我裝了兩個地雷 看你怎麼稱露房子 香港的地雷是石屎地 就這樣貼在露房子上 那他就終於撞過去嘛 那些不是地雷 只是炸藥 說笑說完了 我們其實傾向是 相信是商界發出來的訊息 因為 梁振英一直都是侯主要位 但是 他照計就不像是出這種招的人 因為 他的政治 智慧其實高於商界一點 他是有政治智慧的人 他是懂得政治人 一定會很有智慧 問題是他懂得玩政治的人 他懂得玩權謀 懂得玩陰謀詭計 但是商界那班人 尤其是 唐英年背後那班人 真的不敢恭維 全部都蠢蠢 老實說 即使他們懂得在商場做生意 原因是他們在香港 參與了壟斷 你那不是生意來的 你一開始玩大富翁 快快 格格都是你 你這樣也能輸 你這樣也能輸倒 其實真的很厲害 你明白嗎 怎麼輸呢 為甚麼要講大富翁 其實整個期盤都會理會的嘛 所有東西都被你插牌 我一顆色仔只有六個號碼 我六個號碼都踩中地雷 你不死了 但是如果你說智慧來講 是李嘉誠會比他們高 但是李嘉誠最大問題 就是他已經 被受排斥了 所以 現在也挺難搞的 你們不用爭特首寶座 現在香港話事的人不是你們 香港話事的人 是香港人 是示威者 沒有意思 老實說 已經不再是上面了 因為上面的局面 他已經無法再嫁遇到 過多半年 他也再嫁遇不到 他自己的問題大了 他的問題大過我們 我們這個局面 大家好像 覺得沒有方向 不是 你很喜歡 take action 人們會特別覺得沒有方向 當你沒有那麼心急的時候 其實沒有方向的人是對手 對方完全沒有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怎麼辦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分析完幕後爆料人士誰了 下一節 再分析一下 好